早安 今天我們要去穿越 跟我媽還有阿姨一起去穿越 早上拿美恆丁 跟晚上差超多的 哇 他們連水泥攪拌車都好乾淨喔 超乾淨的啊 車子都這麼乾淨 今天就帶他們兩位去穿越 來個穿越一日遊吧 從時代過去就是搭三手線 那一圈的往時代 他們有在下賣嗎 啊 關起來了 關起來了 先出張 時代出來之後就找 中央的蓋雜孔 然後找那個東武東上線 那邊就可以買到穿越的套票 應該就是這個 東武東上線 看來不是去剛剛那間 他叫我往 出來之後往前走的左手邊 有一個Information 應該是找Information 在他對面的這個 TOP 可以買這種 有加巴士 就是沒有加巴士 價錢不一樣 我是買這種 所以搭巴士就好了 就是買這個套票 他是可以搭巴士的 然後在前面那個 走人工通道 他就會幫你蓋帳 蓋這個印帳 你就可以去搭車了 在第一月台或是第二月台搭車 這四台應該都能搭 可是去的速度不一樣 你應該是搭特輯是最快的 26分鐘就到了 而且他是停機站 你可以去對照他每一班次的車種 像我們這台應該是 集醒 我們一般是集醒 集醒到來上 就是在這台 第一次貨台 第二次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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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 剛剛在前面幾站 沒有停在旁邊上 急醒的先 我應該先直接換過去 我們還多只能兩站 大概搭了 40分鐘左右吧 等一下拿這張票出站就好 出站一樣找這個 人工點票 把這給他看就好 繼續走 搭那個東吳 東上線 那是車的 我要找公車 公車要怎麼走 好像是說要往一個T3的路口 出來之後 右轉 我們要往東口去搭車 還有一個巴士的圖案 東口第三個月台 東口山 有個小江戶的巴士 小江戶民所 走下去搭車 我忘了 冰川神社過去 喜多願那裡 T1的 我們要搭到T4堡 小江戶民所 把這張票給他看就可以了 他們也是抽整理券的 我們在松江町二丁莫洛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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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 現在是10點35 我們可以先去排鰻魚飯 前面這間 這間叫什麼名字 我不太會唸 好像零什麼的 已經在排隊了 太猛了 我們去前面那間看一看好了 也是鰻魚飯 它好像叫小菊 都沒有看到全家 先處理一下 這間就是小菊 小菊 小菊 鰻魚飯 還沒開門 10點37而已 他們11點開 門口已經聚集人潮了 我派媽媽去研究一下 到底要怎麼排隊 一組最多八個人 一個人最低消費也要料理 先抽定位券 他會問你要人數 給幾個小朋友 他們陸續把那個七隻刮上去了 門口越來越多人 太可怕了 他們不知道一次就能進去幾組 人家叫小川菊 我也叫人小川 我也叫人小菊 抽的號碼是33號 決定先走 等一下逛一逛的回來吃 逛一逛 早的啊 即將待位 我們還有31組 這間肉11屋也蠻有名的 他11點半才開 應該是賣炸可麗餅的 也不容易沒有講過可樂餅 這邊的店都很有 江戶時代的那種氣氛 奇怪他們這邊的販賣機 怎麼都沒有附垃圾桶 剛喝完就找不到地方丟 這間看起來也很好吃耶 它有很多炸物 它也有單串的鰻魚 然後可樂餅 還有浴缸 你就不用去吃鰻魚飯 如果你只要吃鰻魚的話 就可以單純來這裡吃 這看起來不錯 我就把店家的資訊放在資訊欄了 現在走這一條就是 穿越的一個很多店的主幹道 就是這一條 它沿路上有很多好吃的店 他們這邊比較有名的 算是紫薯跟紅薯吧 比較江戶風格 有漂亮的建築大概會在後面這一段 小撐舉的外送車耶 往前走就是那條熱鬧的路了 今天禮拜六超多人耶 還有很多人穿河服耶 這邊應該也有穿河服的體驗 可是今天這個天氣穿這樣很熱耶 進來一間超像我們安平那種 有點古早味零食在幹嘛這樣 好多小零食喔 酷東西喔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粉 會加進去變可樂 好啦 真的咧 可樂粉嗎 買可樂粉跟雪碧粉 回去試試看好了 感覺滿屌的耶 專業很有名的 就是這個 應該是紫薯或是韓吉的那種 餅乾 地瓜片 餅乾應該就是長這樣吧 韓吉 像我們瓜瓜圓這樣 只是它看起來應該比較沒那麼甜 這個應該是穿越的另外一個名產 紅豆饅頭之類的 紫薯的羊羹 草莓的羊羹 好可愛喔 做的小小一個辣椒 喔 這裡是中間的 這裡是中間的羊羹 這是中間的羊羹 這是中間的羊羹 我明白了 它那個應該是餅乾裡面包羊羹 它也有這種禮盒中的羊羹 不同口味 喔 它當然意思是說 這是原創的產品 整個穿越應該只有他們在買而已 很好吃 店家推薦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小姐姐推薦 還有老闆牛 結果我在這間干嘛餅買了一大堆酷東西 小川菊的鞋對面 想不到他們的古早味的干嘛餅也是很有趣 12點09 午餐時段已經沒有了 你現在來抽是不能抽的 它會叫你10點半再來 在剛營業一個小時啊 10點半來抽 我們現在等到12點還沒等到啊 應該是10點半開始抽啦 你搭車來第一張就先來抽 抽的時候就逛 反正它有QR code可以跟你講現在到哪一組 非常好 12點12分 進場囉 有夠佛心啊 給我們冰水 要一下這個茶 真的是飽乾熱的茶 有夠湯的啦 很冒煙耶 中文的菜單也有英文的 前面當然也有日語的啦 那重點就是他們的鰻魚飯有分普通大南特大 三種加強 然後或是你要吃雞肉 牛排也有 或是你要吃白燒的鰻魚蛋 大概是這些餐 那我們來吃 這不就是要吃它的鰻魚飯嗎 白燒的 白燒就是沒有抹醬 但是它就是純鰻魚肉 它沒有便當也沒有飯 它會附一個芥末給你 我覺得他們吃起來的鰻魚很像白鰻魚 沾著五燒米以後我覺得會失去它的香味 香味 原味 是有辣的 就是鰻魚的香氣很重啊 香氣很香 它是很QQ的 QQ的很好吃 魚肉很香 但是他們的鰻魚跟台灣 我覺得差在他們的少一個 香味 對齁 我們昨天在漁港吃的那個 也沒有一個香味 他們的味道很乾淨 完全芥末是用來解膩的 你如果有吃的鰻魚 你要想要配我什麼 我想要配生啤酒 加點一瓶生啤酒 中的魚骨 上菜了啦 我們是點中的飯 然後小份的鰻魚 他要跟你講這個很燙 然後 然後 小份的 小份的 它的這個這麼大一塊 而且它的飯 看起來也是蠻多的 深度有的 後面 後面 後面有個味道 我一開始想說還好啊 哪有什麼新味 後面比較重 嗯 好好喝 對呀 你吃上這樣的東西就覺得很舒服 沒有聽到的意思 飯應該有點大的 它中的蠻淺的 裡面有點細緻 不知道是真的好吃 還是拍了一個小時再好吃 但我覺得他們蠻好吃 是很好的味道 少了一個土味跟腥味 很乾淨 蠻魚的香味 然後再是一個醬燒的味道 耗得很乾 這上面蠻魚的很好吃 嗯 不錯 排了一個半小時 吃飽了 換算下來一個人大概953塊 不便宜 而且也要排隊 我對蠻魚也不是特別懂 難得來這裡嘛 總要吃吃看 排隊名店耶 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來 等一下就往大隻南南通逛過去 然後再去冰川城社 烏龜 也是賣蠻有名 甜點店 果汁店 今天架子超多人 兩邊都是 只是它好像 我不太確定能不能這樣橫越 所以我們先逛過去再逛回來吧 感覺不太好介紹 哇 這間是賣烤串的 各種口味的烤串 他們手上那隻啦 這裡好像很流行那種 餅乾裡面包羊羹的餅乾 穿越布丁店 也是還蠻有名的 超多人在排隊 哇 每天有些人我來店員 我一頂都厭世耶 你要吃アイスクリーム嗎 你要哪一個的 這是 那個地瓜的 這是有布丁 這是原味的 這個 1 你要布丁嗎 1個 1個 他又要賣這種 兩路的布丁 或是吃這種 冰淇淋 旁邊那個應該是他們的地瓜泥 真的很特別吃 他那個應該是他們的地瓜泥 你吃看看是不是 地瓜泥 啊冰淇淋是什麼口味的 牛奶 嗯 那個地瓜泥很甜 而且很香耶 不會是他們這邊的名產喔 那個地瓜泥很好吃 那個地瓜泥很好吃 食肌這樣90塊 吃肉 多好吃 地瓜泥跟他的牛奶冰淇淋很搭 再來吃他們的 布丁 米鹽 會做布丁的吃吃看 我們可以逼 可以 沒有要逼 我 你也來 我去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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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香草籽 你看 一條香草籽 我們就來做菜 好 我做的比較好吃 我們做什麼 這個是很 奶油的 布丁 它像慕斯這樣 軟軟的 那我們的是有酸香 又有酷酸的 有焦糖香 重點是焦糖香更香 不然我們來武德店 嫁不要開一間 武德店也這種造型的 建築 是我說的慕斯 完全沒有口感啊 對啊 就是像 人家在吃醬 Cream 剛才在吃醬 人家在吃醬 人家在吃醬啊 你還油油 他們那個也蠻酷的 布丁上面放那個地瓜米 還有一塊番薯片 沿路上很多這種 類型的甜點店 我覺得如果大家來 你其實也不用在意 一定要吃哪一間 其實感覺有店就能吃 像這個也很不錯 浪漫茶坊 它是賣他們這種 黃豆麻薯 這個也是算蠻有名的 它就是裡面有包地瓜餡 跟紅豆泥的這種饅頭 它在這裡吹 它是吃熱的 這個天氣這麼熱 還吃這麼熱 它也有賣冷藏的 冷藏饅頭 他們的地瓜叫做芋 芋頭的芋 洋芋的芋 它這裡也是賣很多薯條 大家賣的包大小都不一樣 這都吃到這些 紅豆 麵瓜 魚都不知道它是什麼原料做的 不過就是Q的 不會甜 吃到旁邊 紅豆泥 甜味一點 它這個好像是整菜 麵瓜這樣子 包裡面 上面是紅豆泥 然後包起來的 因為它這個不像 不像麵瓜泥做的 它是整塊 它不是倒成那個 對對對就是一塊塊這樣 這樣 這樣不太甜一點吃 對我來說是太甜了 那我來試試看 對我來說 因為我來說太不甜了 有點乾啊 來這邊那個地瓜 不搭耶 它不會涼 嗯 這也很集團一下 所以今天是在賣什麼的 船米 鰻魚跟鰻乾燒 可能跟前面那間賣鰻魚串 鰻魚乾的那個燒烤 有點類似 什麼都賣的店 真的也是很好 各種食器啊 還有一些有特色的東西 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能量食耶 還有什麼 強化精力美容健康 還是我買一盆這個 戀愛成就回去 這個 能量食 也太大塊了吧 戀愛美容 拿一顆砸在頭上 就能談戀愛吧 家裡如果有位子 買一個這種 回去放著也是很有質感啊 或是你去買神社也可以 發現一個酷東西耶 一匯兩百塊 藍陵王跳舞給你看 不是啊 他應該是抽籤的 兩百塊 他籤會從哪裡出來 哇他有去拿籤耶 玉神籤 超帥的 玉神籤 感謝藍陵王跳舞給我籤 喔喔 莫吉 莫吉的意思 好像是說 是好自為之啦 還是 不爭氣的查了一下 雖然是莫吉 但是是 好籤的跡象 謝謝藍陵王 好不好 藍陵王的 玉神籤 繼續往前走 這間也是賣 他們的 地瓜餅乾 還有冰淇淋 哇 今天假日真的到處都是人 手打蕎麥麵 這間好像也是有名的店 穿越這邊的一個著名地標 中樓 哇 這邊真的 超棒的 這個 其實很酷 他就是賣一整隻的小黃瓜 你可以直接 買了在這邊啃來吃 剛剛聽他們說 吃起來是鹹鹹的 好像沒有煙檸檬 就單純置物的味道 這邊也很多醃製屋的店 這裡也一間賣小黃瓜 一間小黃瓜兩百塊 這間是賣日本塊的 哇塞 整間都是賣日本塊的 各式各樣的筷子都有 花色的 然後又很單純木頭的 哇 這跟哈利波特的魔杖一樣 超多種款式 又是一間 烏龜 這間烏龜 剛剛在對面 可以現在繼續逛 賣很多果汁的蛋糕啊 餅乾類的 他們這個是糖果耶 超酷 這個自然糖 很多不一樣的圖案 好懷念喔 小時候都會吃這種 一顆一顆的糖果 哇塞 好多喔 人陸啊 冷靜車 打開 很重 又用跑她呢 轉彎的了 這個鐘樓就是穿越這邊 蠻著名的地標 穿越鐘樓 進來這邊就更有江戶味道的街道 他們可能是來參拜的 因為在裡面穿過這個 穿越石鐘之後 過去就是要失神社 想不到在這邊 會有一個小小的神社在這裡 吃這個啊 它有那個200塊那個 石鐘燒 1 2 它是把章魚燒夾到那個 蝦餅裡面去耶 好酷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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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udio 這個 謝謝 他就是這個石鐘燒 把兩塊蝦餅裡面夾一個章魚燒 你看夠我好吃味 還有醬油 跟那個美芽滋 瓜 還有第二次 不是說吃不一下 第一口啦 你還沒說到好吃的 我了解你的意思 好吃 他們的燈燒比較軟 重點是你不曉得你在吃什麼 餅包燈燒 就不知道在吃什麼 就感覺東西 脆脆的然後軟軟的 因為它們的燈燒 可是它們的燈燒比較好 這裡有一間右門 這個跟我們剛剛逛的一樣 它就是賣那個果子的 這間右門專約大概有三四間吧 每一間店都還蠻好逛的感覺 還有帆布店啊 木工店啊 各式各樣的感覺每一間都很讚 哇這間木工店是自己做筷子耶 好酷喔 這個男女朋友來一起做一支筷子 真的也是蠻浪漫的 謝謝 買了一個小小的小包 我的包好像都太大了 覺得需要一個小包來 搭配一下 順便出門可以帶攝影機 這間星巴克也是他們這邊蠻著名的地標 它整個裝潢的跟這個老街 一模一樣的風格 星巴克你永遠可以完全看不出來 穿越風格 它也是走回大正浪漫通這一條 繼續往下走 這條一直往下再往右轉 就到冰川神社了 目前是打算先走過去 然後到冰川神社我們再走反方向回來 逛另外一邊的店 有些賣抹茶製品都賣店的 不管是抹茶的年輪蛋糕啊 抹茶的蜂蜜蛋糕啊 抹茶的這個棒蛋糕 抹茶的馬卡龍 抹茶的果凍 抹茶的蛋糕 抹茶的麻糬 抹茶的大福 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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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抹茶製品了 超酷耶 一大堆抹茶 抹茶的80克 在穿越叫做河茶吧 還蠻不錯的一間 若你是抹茶控的話 這一定超棒 京都老鋪耶 還有賣抹茶冰淇淋 買兩個抹茶檸檬蛋糕 再一盒抹茶的麻糬 除了賣這些飯手禮 還有賣冰淇淋 還有抹茶飲料 抹茶就是在上面 用石頭這樣抹抹抹 好帥喔 抹茶一份780克 又是一間龜屋 那個龜屋啊 跟那個什麼棚的 在這邊都有三四間分店 小江戶恆丁 試吃的薯條 就是各類的韓吉片 有薄的韓吉片 也有厚的韓吉 然後也有韓吉瓜 本來最近都不會韓吉的 糖的薯條 地瓜 用糖下去燒有點像布丁的 或是下面春憨吉 它叫做玉川 就是專門在賣地瓜的 這個好像是在吃地瓜冰淇淋的 老街走著走著 它就有廁所了 不用擔心Triple Pen Store 然後廁所也是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雖然我都喝一喝留一留 他們這邊就很多這種店 賣地瓜片啊 地瓜冰淇淋 就地瓜各式各樣的甜點 欸為什麼台灣的地瓜葉 沒有來這邊做的 我比較知道 我看起來是 這是韓吉的嗎 我煎蠻的 妳也吃多少錢 什麼 我說我煎蠻的 很香 清腸 妳都不在認真聽我說話對不對 你煎蠻的喔 煎蠻的我聽得有啊 不過我不便回答 重心 我沒有回答 這間店超級香 滿滿的煎茶味 它這邊在磨那個 欸不是啊 它這邊在焙耶 焙茶 超香的 good very good 各式各樣的茶 它這個一定很棒 茶的這種蛋糕 糕點 茶類的棒蛋糕 好啦 是第二種啦 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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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一百八十用 一百八十用看起來比較厲害 買這個吧 這一次來日本 都沒有看到Lawson欸 我 來穿越才看到第一次Lawson而已 其他都看到全家而已 赫路在上 接下來我們 手去 冰川神社 過了大正蘭曼通之後 大概往前一百公尺吧 再右轉 走個十分鐘 就到冰川神社 快咩 太帥了吧 前面那個 很多樹的地方 我想就是冰川神社了吧 從蘭曼通那邊走過來 大概十分鐘左右 就是這裡 冰川神社 哇 好多人喔 超多人欸 哇塞 我們先來洗手 左手洗右手 幫我洗一下 謝謝 幫我洗另外一隻 謝謝 冰川神社 它是 它就是很多風鈴啦 反正它就是有點像是 感情的神社啦 對然後你要去釣那個 釣那個 釣那個 把你的人形啊 放水流 今天也太多人了吧 這裡好像流行的就是釣這個 兩遠的 也有平安雕可以釣 一年度安雕 我是不是應該來釣一個兩遠的 超多人 但是算了啦 我覺得 我們已經有兩遠了 就不用再 它是要很隨便的去釣還是 要很有 隨便的去釣還是 要很有 唉唷 唉唷 直接 唉唷 這代表這就是給我的啦 隨便勾一下就勾到了 鐵勒 上面有個籤 又要拆籤了嗎 又要拆籤了啦 兩遠籤 鐵 它這邊有個鐵嗎 這是籤嗎還是 我剛剛什麼都沒有想啊 它一下去就直接幫我拆到了 會不會讓我直接 整個人變黑白了這樣 莫吉 自己愛 它說自己愛啦 剛剛拍一個機 哈 沒了 總之我就是抽了一個莫吉 它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如何修飾自己的外表 如果你不慶祝 你就很難踏出第一步 有時 你需要為自己的自信感到自豪 如果你想要 把某樣東西握在手中 有時候你應該有勇氣去拿它 而不是去推給別人 它以自我為中心是很難的 大概是這樣 其實會不太懂 還不錯 至少沒有兇啦 但這種姻緣 妙應該是抽不到兇的籤啦 但你抽起來 大兇啊 小神奇啦 因為我剛原本是沒有要抽的 然後我來一看就想說 欸 剛好有一個沒有人 然後我口袋一摸就300塊 然後就抽進去 而且一下去一掉馬上就到了喔 然後現在超多人的 所以我覺得也是 緣分緣分啦 滿酷的 大家都在排隊要參拜 很多人耶 美拜 還有替小朋友求平安的 很多日本家長帶小朋友來祈求平安 去病吧 哇賽 這鳥居好大 超大的鳥居的 喔 有撞關道 喔 富國神社 哇 這裡好涼快啊 人形柳 某方法 一百塊 先要抽一張紙奇 對著它吹三次 然後你就把它在你的酸痛的地方開檔 開完之後呢 你就把它放到那個 那個小水 然後它就流 流過了那個的話 它就會把你的酸痛帶走 蛤 又怕了 對 啊你不是頭痛 啊幾乎又跳溜溜啊 哈哈哈哈 進去 受傷 受傷 好 好 快到消磊 快到消磊 我怕被消磊 他一定會跟著跑啦 去吧 啊 蛤 我在那裡就流了 啊 啊 那標示 我會流在這裡就對了 你看啊 人在飄過過耶 人家在飄過去了呢 啊我會放下去就怎麼回去了 哇 好啦妹妹健康 平安 吃百里 我再放下去就回去了 這邊好像是拜 感情的 因緣的 很多 男女朋友 跟夫妻 一起來拜 供奉的是兩對夫妻神職 然後算是 戀愛姻緣 神明跟家庭圓滿神明 廣受參拜 超多人 準備 參拜 真不錯 這裡也有賣很多 繪馬跟 御守 各種感情的御守 我們結束 我們結束 冰川神社之後 再次回到 大鎮 蘭曼通 他這邊看過去真的很漂亮 軟利車的小哥 真帥耶 他這邊很多這種小巷子 進去感覺都很漂亮 金迪 這個可以逛一下 這邊都是米果 醬油米果 醬油年輪蛋糕 醬油店 他們很棒齁 走沒幾間都有一間 這種吃兩個店 有賣冰淇淋賣飲料的 這間是賣什麼燒的 燒肉 各種燒肉 還有冰淇淋 醬油冰淇淋 還有賣醬油的仙貝 穿越這邊也有開一間 宮崎駿共和國 超可愛 我覺得喜歡這隻蚊子 跟這隻小胖子 小胖子 哈哈哈哈 還是把它買下來了 可愛的 小胖子 是不是感覺回來這一段 比較 店比較少齁 不像去的這麼豐富 唉唷 這也是果子店 試試看 去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冰的耶 有一個甜味 還不錯耶 這雙兒蠻酷的 沒吃過耶 一開始是鹹的 咬到後面變甜的 超多種 一包這樣 四百塊 口味還蠻酷的 應該都差不多是米果豆子 只是口味不一樣 Mango Milk 芒果牛奶的豆子 藍莓牛奶的果子 阿這個是巨峰的 三種都有的 這個也很酷 蜂蜜檸檬的 這個吃甜的 人家才會覺得 意外 蛋豬汽水 蛋豬汽水 阿我們就是吃蛋豬汽水的啦 然後還有蛋豬汽水的味道 買個五包 可以吧 阿這邊應該就都是鹹的啦 我是覺得甜的比較特別 蠻適合送人的 紅茶滑轉 拿好吧 日本的鮮奶茶還是 葉劑棒 在搭公車回去車站 回去應該是搭這一班 東武東上線的特輯比較快 他三站而已 半個小時就到了 其他的好像都要搭到 接近五十分鐘 甚至一個小時 來拼拼看這班 五點零九的 東武東上線 下車 趕第三 第四月台 五點零九的車 四點五十九 十分鐘 加上個廁所應該可以吧 趕上了 是七點零八那一台 快捷 直接搭回池袋 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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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點零十三 那中間好像停 三站 三站 就到次代了 超快半個小時 超快半個小時 特輯就是快 半個小時四個小時就到了 離機早上 空空空空空 一個小時來了 快多了 這次是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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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了 謝謝 結果下錯站 他那個磁帶 往另外一個方向下來 他是在河光 就轉另外一條線 不是我們原本那個磁帶 所以這邊人出來 你要補260塊的錢 不對喔 其實是同一個磁帶 都是這個磁帶 只是他提到 在河光這裡 我們是走下面這條 副都新線下來的 一路回到磁帶 但是我們早上去的時候 他其實是打這一條 TJ 北磁帶下板橋 這條TJ上去的 所以他是不同鐵道公司 你走他們MITOLO的線 就要付他們另外的費用 所以才要補錢 並不是不同的磁帶站 不然他說 你要買你就打回去 要買你就精算出來 所以最後想想 算了260塊給他 我們就直接出站 在這邊轉JR 打三手回去上演 等一下找番哥會合去吃個拉麵 然後晚上可能就去秋葉原的油豆巴士 買個東西 UNIQLO或是電器 2個時間到了 可以這樣泡上小車 嗯 卡片有沒有 我現在來到秋葉原了 送音機會館 好想去喔 秋葉原還是這麼讚 不愧是禮拜六 今天秋葉原人有夠多 移過收音機會館而不錄 今天門口白 韓明瓜冰淇淋 滿面春風啊 今天有沒有很富足啊 有啊 今天哪裡富足 心靈 心靈很富足啊 錢包有沒有很富足 他沒怎麼買吧 買我們還很 他放在包包裡看不到 你怎麼會想要吃這些 雞腿很好吃的樣子 我剛剛跟他們講說 要吃入口那間要排隊的 結果他們兩個都是一臉傻眼的樣子 Tolic King 雞王 吃不料很多就吃這個就好 吃不料很多 好燙喔 不如說慢點 排隊也太大塊了吧 雞王辣麵 清糖型的雞腿肉辣麵 超酷的還有兩個丸子 然後他的排隊超大片 這什麼丸子啊 雞丸 好特別 他雞腿好好吃喔 好嫩 我很喜歡他的丸子 雞腿肉辣麵 口味特別的雞腿辣麵 不過那隻雞腿辣麵 非常棒 現在大概就去 尤多巴西逛逛 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到GR3X 在秋園走路可以 完全不用看導航 就走到你要去的地方 什麼都有的 尤多巴西 可不得 這間尤多巴西 什麼都有啦 刮鬍刀也有啦 相機玩具 反正你如果只有一點時間 這間什麼都能買到 而且他開到10點 8點過後 大家不知道去哪裡可以來 你們給我啦 從秋園園回來了 有點波羅麥 兩萬六千多塊 波羅麥 超便宜 真讚 今天這樣也算是晚了一整天 在滴 滴用滴的 希望明天比較下午 明天要去河口湖 我們會在河口湖待一個晚上 阿美恆丁這個 昏滑的芽頭雞 今天禮拜六還是羊熱鬧 大家都在吃飯喝酒 宵夜場 涼烏龍麵 配一塊 草莓牛奶 我覺得他們這種都蠻好喝的 剛剛芳哥也買了另外一個 喝起來都蠻不錯的 芳哥是買這個 好喝 當然怎麼可以少了日本啤酒呢 今天喝冰姐橘子口味的 舒服 橘子味很濃 非常地吃飲蛋 我們就明天 往河口湖去吧 晚安 明天見 一破一一首 太漂亮了吧 賣蛋了 換的是喔 我有一個最多的 夢想很濃 既然 有一個最多的 我看過 我一天 都會 阿火 每一天 都會 你 永遠 I found the one I loved The best of my days When you came walking my way